風世界杯有很多種方法 台北田徑場這群小玩兒 用心動展現他們對足球的熱愛 這是企業舉辦的小小世界杯足球賽 北區玉賽 比賽采取世界杯模式 每組有32隊 幼兒組和國小組合 加起來將近100支球隊 要爭奪晉級的八張門票 競爭可說是相當激烈 看上去是小朋友 踢得和他們提心 沒有差很多的小皮球 認真的模樣笑壞的場面觀眾 不過他們可是很認真的 飛鋪斷球又能來 場上也有不少小女生 而且推進的速度和控球等等 一點也不輸給男生球員 相較於小朋友面對鏡頭的害羞 家長們倒是很放不開 不只大聲吶喊 也準備了許多道具 要讓小朋友消暑 這有畢業道具 就是用大聲弓啊 大聲啊 沒有啦 我們的喉嚨就是大聲弓 對對對 還有水分做補充運動 一樣是開水 對 一開始的話是在學校 大概小朋友有人在踢 然後慢慢的就想說 帶他們來嘗試看看 小朋友很喜歡 其實就是覺得他是最原始的運動 就是想追著球 小朋友就喜歡追著球跑 就是大家來嘗試這樣 家長看著小寶貝踢球 手機相機快門按個不停 和教練們一口同聲的說 小朋友開心踢球就好 至於比賽輸贏呢 也就沒這麼重要了 來電視郭南陽好花圈台北採訪報導